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现在是如是我闻的下半段 今天是8月2日 星期四 如是我闻今天来讲新人目 上半段已经讲了是中国的鳳 和西方的菲律或者叫火鳥 今次我们继续讲就是中国的鳳的形象 中国的鳳的形象在记载里面 我们跟着一本耳牙 中国最古的字典 他说鳳是睡应尿 鸡头 蛇颈 蛇颈 不是一条蛇那么长的颈 是幼一点 那是烟盒 颜头呢 那个面部呢 像燕子那样 龟背 这个呢 很考人了 龟呢 是不是真的是一条蛇那么长的背 并不 这个意思就是说 它有一个拱起 龙起的背 背的背脊 稍稍龙起而已 不是说呢 那样 好像龟壳 龟的硬壳那样 的背脊 稍稍龙起 但这个呢 和鸵鸟呢 有少少相近 鱼尾 鱼尾是开叉 尾部呢 穿的尾部呢 是开叉的 五彩色 这个呢 也是很考人 五彩色呢 就是说 它 尾部呢 是有五彩 不是七彩 是五彩一 那这个呢 也引致到呢 很多附会 认为呢 俸的五彩呢 代表了呢 五种德行 一会儿我们呢 一会儿我们呢 慢慢再说 五种德行的源流 的源流 那大约呢 那些人觉得 它是有六尺高的 中国糖尺 六尺高 那 那 那 这个这样的形象呢 所以很多 考据呢 或者叫做神话的 考据专家呢 就觉得 当年呢 这个这样的描写 幻兽的形象呢 就和鸵鸟呢 是很接近的 那也有呢 论说 论文呢 是去 讲述 它 讽的 原形呢 是 中国的鸵鸟 中国的鸵鸟呢 所谓五色呢 其实呢 就 并不是 真是所讲的 现在的 颜色 很多时候呢 我们看到的 五色呢 就是 红河南伯克那些叫五色 但是呢 在中国来说呢 的赴会 尤其是如今 在汉朝兴起之后呢 就认为 五色呢 是代表了 德行 英文德行呢 就是 人 义 礼 智 信 其实呢 呢 这个呢 是一个 中国人呢 呢 一路下来的 遵守的 ideology 我们呢 先言呢 先性呢 已经呢 将 这五种 必须 遵行的 德行呢 呢 铭记于心 不过 成天呢 都要提醒自己 那么 那 奉呢 既然是一种 患兽 又是一种呢 天理太平的时候呢 就会飞离 联群结队飞离 的 吉祥兽 所以呢 他的五色呢 就好像天意 再一次提醒 人民 人类 是需要注重儒家 这个五德 那无论你是 喜欢儒家 或者是 反儒的人士 但是呢 这个 意识形态 这个中国意识形态 不能够没有的 没有人以礼自信呢 这个世界的人呢 就会随便 大便 随便打架 随便吵架 人呢 没有了一种 尊敬 或者没有了一种尊重的心 没有了尊敬 尊重 人 和事 和物 的心呢 也不会有敬畏的心 没有敬畏的心呢 敬畏不是一定要敬畏一个 人格的神 或者鬼 或者魔 而是呢 敬畏着天 那上天呢 主宰着呢 某一些道理 而我们呢 不能够 超越 不能够 打倒 或者制服 这些这样的道理 这些所谓呢 我们的 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 就是一种 税料呢 就是提醒我们 这五色 那 那 当然呢 你知道 实际上呢 在 中国来说呢 是 在 近2000年的历史里面 已经呢 是 没有人 见过 奉这种 这样的 随秀了 连孔夫子自己呢 都感叹 说自己呢 死期将至了 但是呢 仍然见不到 奉 来到 这个地方 或者 碎龙 来到这个地方 或者那些龙马 带了呢 天书来到去 颁法给人 人类 真是一种遗憾 那这些呢 其实是借故呢 说出来 这个世界呢 在那时候来说 已经是 几个混乱 而且呢 是没有了 公义 没有了正直 没有了人类应有的 道德规范的 其实呢 是这样的意思 而不是真是呢 咬云雀志 要讲到 真是 他没见过 而死而有下午的 那当然呢 大家都知道 在一个 混乱的社会里面呢 这些敲鸿呢 就说要 天斗 与地斗 与人斗 祈乐无穷 尤其要天斗 这个天呢 是不是天然的天呢 还是天道的天呢 这个值得我们研究一下 如果天是天道的天 这些道理 是不能够改变的呢 我们无谓去斗它 无谓去改它 改它呢 就引致到后面呢 这个世界 就没有了 道德规范 又没有了治律 人类呢 会慢慢呢 或者很急促地 变成 和禽獸一样 野兽 而且呢 因为人有聪明才智 所以野兽 的野呢 野字 更大于 老虎 柴落 狮子 毒蛇 这个呢 请大家留别留意 那 我又说一说呢 有个这样的笑话 当年呢 有位 雷安先生 他在晋朝的时候呢 就访问契康 这位章行七言里面的 一言 那 到房的时候呢 他就 看不到 去了街 或者出去了 去混游 那 他的弟弟呢 激起呢 就出来 招呼 那但是呢 雷安呢 并不喜欢 这个弟弟 但是他又不好意思呢 当面骂人 那他呢 就在门上呢 写了一个 奉字 这个奉字呢 这个 弟弟啊 喜呢 看了之后呢 以为赞他 以为赞他 人中讽啊 后来 那些人一解给他听 当堂 面都没了 原来 原来这个字呢 是拆开的 那意思 是 范字 范系的范字 和了字 就是加上 范字 说他只不过是 范了 这个范就是 平凡的范 没什么突出 普通人而已 这么说 那在当时呢 这些这样的 晋朝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就是 用这些含蓄的方法 来去骂人 大家都不知道 这些是 很高级 好啊 讲讲呢 西方呢 有几个传说 其中呢 有一个呢 是出于天方 天方就是现在阿拉伯 那在天方国里面呢 就有这个神话呢 就是叫做 叫那只鸟呢 叫做Phoenix 大家都听过了 不死鸟 说五百年呢 他自己呢 会自焚 焚了之后呢 他会重生 不死的 那现在在哈利波特里面呢 那只呢 那只呢 似乎呢 就是不死了 这个缘起呢 在天方 那另外一只 在埃及 它叫做 背鸟 那这个背鸟呢 也是说不死的 在他的传说里面呢 是五百年 他自己会自焚 那这个呢 自焚之后呢 他就会走向太阳 所以就叫做太阳鸟 这个呢 这个呢 也是呢 也是呢 Phoenix 的传说 引上去的 但是名字不同 太阳鸟就是这个 这样的名称 而来的 那佛教呢 在印度来的呢 就有 金次鸟 那这个金次鸟呢 就听闻它呢 就跟Naga 就是那条蛇 在印度的呢 又是叫做龙 很多头 很多头 如果你去 簽一粒呢 旅行呢 你会发现呢 吴歌城的前面呢 就有这只Naga 那这有很多故事的 你今天呢 不再说了 那么呢 吞食了 他的仇人 Naga 被金次吞食之后呢 他也自己 着火 着火之后呢 烧死了 那么呢 现在呢 也有很多人相信 这个大鹏金次鸟呢 在香港的上空呢 曾经 出现过 那么这个呢 一个神话故事 那 那么 其实呢 Phoenix 大鹏金次鸟 或者 这个背露 背露 都不能够 是 从中国的凤凰 用这个字眼的 凤凰 还凤凰 今次了 还今次了 Phoenix 还Phoenix 不认为呢 认为呢 认为呢 即非成事了 不过大家要知道了 这个底蕴呢 就好很多 那么今天呢 说这个 凤凰 和西方的Phoenix 到次呢 就完结 下一周呢 再和大家呢 讲述 另外一些呢 学校不教的知识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